新北市长侯友宜率领新北市府团队参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新创基地 积极在青年就业人才培育方面向新国取经 侯友宜出访新加坡的形成重点之一 就是要与当地的青年人近距离接触并且交流想法 对此外界揣测这很有可能就是侯友宜要打造青年牌的起手势 青年选票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 侯友宜去年底竞选连任时也是强打青年议题 因此如果想要更上一层楼就必须了解新加坡在 疫后经济过程当中在海外创业和就业机会上面 如何调整脚步了解当地金融发展 全力的与国际接轨同时推广台湾创新形象吸引投资 我们一切尊重他们安排的公司部门的一些 针对内政国家未来的发展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良善的互相交流 尤其对城市的治理以及都会的发展 新加坡透过透明法器高校政府来养大新创生态系 成功孵化出超过20家独角兽 越深东南亚新创发射器 这对着重实用主义的侯友宜来说 不仅是台湾最佳的参照比较 更能与年轻人产生共鸣 新加坡是一个国家的合作 政府正在帮助大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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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能够比台湾多很多 然后薪水也可想而知 青年人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 因此侯友宜积极打造青年牌 要透过务事外交布局2024 以上是华语新闻特派记者 梅佑成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